美国搭什么如意算盘 当然就是一个近海包围圈 所以之前我们前两天节目当中 特别讲到了美国的印太战略 但是印度不太乖 印度这次非常非常的叛逆 美国给他的所有的制裁方案 他不太买单 要走自己的路 那么他国内的反美的声浪也很高 以前印度因为跟中国大陆 有边境的一些冲突 所以他们希望能够拉美来抗中 但是现在不是 他们现在希望等距交往 印度媒体直接告诉你 我们印度可是大国 我们不需要当西方国家的小弟 这是印度媒体的一个主轴 大声地讲出来 所以想想看 这个印太战略少了印度 再加上这些东南亚国家 东协国家也不太买单 非常冷漠 少了两大块 那今天我们再来看一下 事到如今 如果是这场美中大战的话 美国回头一看 我的后花园呢 怎么搞的 我的后花园好像也失活了 过去大家都讲说 拉丁美洲就是美国的后花园 但现在拉丁美洲很多国家说 我可不想当你的后花园 我当你的后花园 我有什么好处 我看到一个讯息说 厄瓜多 厄瓜多不是一个很大的国家 但厄瓜多就直接讲明白 请问我当你的后花园要干嘛 我为什么当你的后花园 他举了一个例子很有意思 在去年7月 疫情烧起来的时候 说美国来的疫苗 200万我们很感谢 但是中国大陆给了多少疫苗 你知道吗 1300万 1300万 也就是说是美国的六倍 所以这个过程当中 各个国家都很现实 对不对 都要求自己国家的利益 你看拉丁美洲 本来就是 当然是美国的势力范围 但是2021年 去年最新的美国国会 美中经济安全会的审查委员会的年度报告 就说中国大陆以经济为筹码 在拉丁美洲多方面渗透 当然这是从美国视角出发 其实对中国来讲 我当然交朋友 朋友越交越多越好 对不对 但他的想法是渗透 渗透 拉丁美洲前三大经济体 像是墨西哥 巴西 还有阿根廷 都明确表态 反对制裁俄罗斯 非常明确地表达这个反对 特别是巴西的总统 他有巴西川普之称 他在开战前 不是还飞到俄罗斯去访问吗 就强调什么 跟俄罗斯很团结等等 另外大家也看得到 俄罗斯不是列出了一些 不友好的国家吗 总共48个国家 上面没有一个 是拉丁美洲的国家 没有 所以我让静平来谈一下 你看拉丁美 我们讲 如果现在是消去法的话 美国跟中国的大战当中 谁的实力比较强 在印太的部分美国要消掉了 东协的部分美国要消掉了 阿拉美是不是也要消掉了 你怎么来看拉丁美洲 美国后花园失火 拉丁美洲连我们这个 因为以前我常 我跑军事跟外交 我也常常到中美洲去 跟以前这个总统去那边出访 所以拉丁美洲 中南美洲这些国家友邦 我大概都去了好多个 我也大概了解他们的心态 然后在那边的形势 其实借大使也是外交官出身 其实也很了解说 我们在那边都没办法掌握 我们能够掌握靠的是什么 背后靠的是美国 现在美国跟中国直接对上了 拉丁美洲 中南美这些国家 必须做一个表态的时候 几乎从资源到经费 就金钱 美国自己是自顾不暇 想要帮拉丁美洲 恐怕也没有办法 像上个世纪冷战时期 行有余力 现在这个21世纪2022年这个年代 恐怕他可能只会加速拉丁美洲 导向中国 中国在祭出一些更多的优惠 包括一些各方面的经贸的往来 或者是经费的补助 以及各方面的像外交方面 有像类似一带一路 雅投行这一种的去投资 然后去帮他们这个建设 比如说尼加拉瓜 它的一个水利设施 虽然中间会遭遇到抗疫怎么样 但是政府买单 重要的是这些政府 这些当地国家的 不管是军人政府 执政党政府他们买单 所以你说在拉丁美洲的 拉拢的这个像拔河一样 拔河中间那一条的 这个红色的绳子 恐怕现在已经偏过来 中国这边了 美国你拿什么去跟人家 再引诱再拉回去 不容易 更不要说印太 印太美国一直想要把印度拉过来 然后前后不只是派他的官员去 然后甚至日本的岸田文雄首相也去过 然后澳洲的Molison也跟他视讯过 那印度R3以前我都 我不能说我嘲笑他 印度这个国 印度三哥 印度三哥对 印度三哥非常很睿智走自己的路 俄罗斯出口的这个武器 印度有75%靠俄罗斯 虽然他的这个石油天然资源 只跟俄罗斯进口了2% 的确比例不高 了不起去年整年进口了1600万桶 今年到目前为止4月14号 目前为止已经买了1350万桶 已经达到去年快1600万桶快达标 今年一定会超过 所以建平你看 因为我看到一个评论 就有一位前哈佛的学者他说 他说他非常非常惊讶 就是美国在过去的10年 怎么会这么忽视拉丁美洲 让中国的势力大幅的进来 那他认为是美国太重视印太这一块了 太重视印太这一块 所有的精神资源全副投入 所以拉丁美洲就松动 松动之后中国大陆的势力就进来 但是看起来他这个印太的这一部分 感觉上是不是也慢慢的空壳化 他在印太花了 应该说从欧巴马以后到川普 然后现在到拜登 他在印太花了很多的时间跟精力 但是我觉得投资报酬率不如预期 就拿这一次的俄乌战事 然后印度的状况 他想要左右逢源 他并没有一面倒的像日本 像澳洲跟这个美国 美国又因为QAD这个四方会谈 觉得不能少了印度这一块 就好像打麻将少了四个人怎么办 所以硬是要把印度再拉回来 印度也没有完全买单 说好像就跟俄罗斯扯破脸 因为他还有一个邻国在上面 中国 所以他彼此两边都这样 但是美国也知道这个状况 不能把印度逼急了 所以他在印太 慢慢的也找到台湾这样一个角色 认为台湾可以去刺激 这周遭的这样的 也变成他一个很重要的旗帜 像一把这样一个牙签一样 不断的去戳人家 然后对于这个拉丁美洲 过去其实拉丁美洲长期 以前我们这个外交部跑 外交部的时候 那时候还有一个拉美斯 我不知道现在那个外交部 还有没有这个拉美斯这个单位 但是至少以前在拉丁美洲这些国家 而我们的这个大使在那边 其实跟当地都非常深厚的关系 还有各方面的什么农技团 我们去那边我看到 几乎不管是我去瓜地马拉 巴拿马 还有这个巴拉圭 然后整个各个友邦国家 哥斯大利家 那些都是看到我们的资源 我们的这些什么金钱 我们的农技 我们的医疗 我们的当地的帮他们 干什么东西都是在那边 现在取而代之的是换成北京 换成中国在帮他 但是靖平你不觉得 这一切是完全可以理解吗 因为作为一个国家来讲 我当然是看对我的国家 有什么样的好处 因为他的经济也崛起了 对啊 所以我们来看这个财经的部分 20年前这个南美12国当中 有9国的最大贸易伙伴是美国 但是现在呢 中国大陆成了拉美地区的 一个最大贸易伙伴 到2021年 跟拉丁美洲加勒比海地区的贸易 总额创下了新高 比2020年成长了多少 你知道吗 成长了41% 你就知道大陆投入了多大的心力跟资源 然后在北京冬奥的时候 又是一个好机会 北京冬奥以美国为首 是群起抵制 但阿根廷的总统不但亲自去了 而且去的过程当中 还跟中国大陆签了一带一路的谅解备忘录 达成了对拉丁美洲大国的突破 很重大的意义 因为我们刚刚讲过拉美的几个大国 你看到巴西不用讲 巴西就是廷恶 对不对 我跟俄罗斯团结 因为巴西总统本来就是巴西的川普 然后再加上阿根廷 还有墨西哥 都是反对制裁俄罗斯的 所以等于是说 美国过去十年太轻苦 其实你要追个女朋友 你半年不理她 你十年不理她 你看看她还会不会在你身边 当然就不会就跑掉了 默然一回头 对不对 我的小花呢 我补充一个观点 是当地的巴拿马人 那时候我去巴拿马采访的时候 他告诉我了 然后他说 那个美国人 以前只要看我们不听话 动不动就想把我们换掉 就会派兵来跑到我们的国家 把我们的人抓走 我后来就想起来 以前我记得巴拿马以前 有一个强人叫诺内加 以前好像也被美国的海军陆战队 我记得没错 应该是雷根政府的时代 反正那个巴拿马人就在那边 他说我们拉丁美洲 其实就很OK了 因为他们有西班牙的那种 厚意的那种乐天开朗 然后都是那种西班牙 那种风情似的 所以他说像你们中国人 他就这样讲你们中国人 他就说都会跟我们做生意 我们就是要money 要赚钱 我一直记得那个巴拿马人 他说给我们很多的优惠资源 我们也给你们很多的 你们想要的东西 就是互相互惠 其实这是巴拿马人 那时候告诉我的 他说在中美洲 在南美洲 我们都是这样 大家的想法都是这样 他们要的是money 然后你们不会想要 因为跟我们做生意做得不好 就想要跟我们怎么换掉 找一个对手 他们说他们很讨厌这样 我们不要一直讲说 人家太现实了 其实每个国家都是这样 国家不现实呢 我们来帮大家来科普一下下 水神跟病毒细菌作用之后 会还原变成了水 这个换句话说 是完全不残留 也没有任何的污染 一天你就算使用上千次 也完全都不会刺激皮肤 小朋友 宝贝 儿童 孕妇 完全都可以用 欢迎大家上快点购